香港有一個情況出現就是就業率 就業的範疇 產業上少 其實很多先進國家都是放在高科技裏面 某一方面就疏忽了原來一些基層的產業 或者一些是幫助基層做事 香港面對的問題就是太早將工業筆遷 現在要放下來都是有可能性 因為在很多國家 像美國那樣是沒有實驗的 全部要靠外面的平價工作 變成在這些國家裏面都是失去了很多這些工作 我想現在做得最好 我都是覺得是中國大陸 留在青少年在香港 現在太多人有移民潮 還有其他 例如學生走了 流失了人數 我覺得房屋這方面都是很大的因素 因為香港樓有貴 地有貴 甚至是消費水平都高 所以導致人才流失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政府是想留住這班人才的話 我覺得它需要的東西是 調整好下架 補貼可能一個月 給一些不知道多少錢 就是有多些臨時的幫助 我覺得最低工資那裡可能要再調節 找來越貴 多幸燮 1又年輕人 1分別增加 3分別增加